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紫敏的麦克raft一句世界 今天给大家带来模组接下来的时间 末期视频版本是1.12.2 Forge版本2775 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 实用太阳眼镜的模组 版本是1.2 然后呢 现在Forge有一个更新的版本 2784 但是它不稳定 所以说我们选择了一个稳定的版本 那接下来我们先新建个世界 给大家详细来演示一下 好的 这次应该是出生在一个小岛上吧 哦 这个小岛啊 它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就不另外再挑出生点了 我感觉这个地方给大家做演示啊 应该还是不错的 把这个视距啊 稍微调远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模组啊 就是更多 使用了这个太阳眼镜 那么它这些太阳眼镜啊 戴上去啊 还是非常帅气的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一副普通太阳眼镜 那么普通太阳眼镜戴上去 你看可以隐约看到自己的眼镜啊 它并没有把自己眼镜全部遮掉 但是呢 还是非常酷炫的一种造型 那么这个太阳眼镜啊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 来看一下 它所提供的防御力啊 它是加一 那么相当于是半格 半格的话 如果钻石套啊 钻石套当中的钻石头啊 是一格半啊 防御力会稍微低一点 它毕竟只占了一个头部的位置 但是呢 样子会好看很多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配方吧 配方就是有铁力 加上是黑色的染色玻璃板所制成啊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啊 比如说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火焰太阳眼镜啊 火焰太阳眼镜 看上去 你看非常帅啊 这个颜色啊 跟子明的皮肤啊 融为一体了 非常酷炫的一种造型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具体什么作用啊 我们这边又啊 有请苦力怕了啊 为什么选苦力怕呢 因为苦力怕经常 然后子明暴毙是吧 所以说子明每次演示魔族的时候啊 都会想到他 把它招出来 那么他其实啊 这个眼镜啊 他都是有说明的啊 就是他有什么的功能 他在这个英文解释上是有的 简单来说就是 这边会有一个快点键设置 那么默认的话是一个基建啊 来找一下 在这边 它是使用它的一些技能 那么如果你对这个苦力怕 点一下基建来看一下 它就会放出一道火焰 让这个苦力怕着火 但是呢 这个着火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啊 苦力怕只掉了两颗心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它其实啊 如果说你使用了这个基建以后 它会有个CD时间 大家看 它会有个条 如果说你对它这个使用了以后 你不能连续使用了 你看这样就不能使用了 它毕竟有一个CD时间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点火的 它的配方 它是由地域窗块 然后呢 这边火焰弹 还有是这里 镜片 这个镜片看上去会比较复杂啊 大家看这个镜片 会比较复杂 我觉得这副眼镜跟我的气质啊 跟我的肤色比较像 所以说呢 也突出不了什么特点啊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后面的 后面呢 这个是一个冰冻的啊 冰冻的跟刚才的火焰的不一样 冰冻的 冰冻的我觉得戴上去啊 由于跟我的这个肤色 差别比较大 是吧 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啊 就是比较绚丽的 那么如果说 我们对它点一下基建 你看 这个苦力怕 它就冻住了 冻住不许走 你看 它会有个缓慢效果 但是呢 这个也是持续很短的时间 然后就没有了 然后它又可以继续走了 是吧 那个这个冰冻啊 它本身不会对苦力怕造成伤害啊 它只是 会让这个苦力怕 不能走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在生存模式下 它还是否有一些实际的作用 因为刚才的那个时间 的确太短了 来看一下 冻住 不许走 你看苦力怕 它走不了 现在是完全冻住 不仅仅是一个缓慢 它是完全冻住了 所以说 它苦力怕就走不了 也没有办法对我造成威胁 那么看一下配方吧 当然这个眼镜啊 它也是会损坏的 除了是 有一个CD时间 可以把它理解成法杖吧 释放技能的 但是呢 好处是在于啊 我们现在其实手上 也是可以持一个兵器的啊 不断用这个眼镜和这个兵器 或者说你要持法杖也是OK的 可以同步进行 那么所以说不矛盾 咱们来看一下后续的 后续的还有什么呢 后续的这个是中毒的眼镜 绿色的 生态环保绿的啊 应该颜色上会非常好看 你看 绿色的这个眼镜 然后后面的沙漠啊 带来绿色啊 是非常时尚的一种造型 而且呢 你仔细看 这个眼镜啊 还是这种半透明色的啊 可以看到外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毒啊 就更好理解了 你看 这个葵帕他就中毒了 是吧 他们这些模组当中的眼镜啊 造成的效果 并不是那种非常逆天的啊 不是逆天感病的 他中毒时间比较短 只是一种比较有意思的 和小伙伴之间 可以玩来玩去的 互相玩耍的 也不会造成非常致命的伤害 那么看一下配方啊 配方 他这里仙人掌是吧 那么刚才的这里呢 他是由这个冰所制成的 好 那么再看一下后续的 后续是一些比较实用的啊 那么前面的是火 冰 还有是毒是吧 都有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 这个呢 是一个潜水眼镜 潜水眼镜呢 它是为了让你在水里面 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年夜球所制成的 这边 那么这边啊 我们需要把光影给关一下 因为看着光影啊 这个还是一片模糊是吧 看得并不很清楚 我们需要把这个光影啊 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光影 这个光影呢 子民一路用过来 你看 从最早的这个版本啊 你看最早版本是1.03开始啊 一直用到现在 是吧 1.19啊 一路用过来 那么这个是带一个体积光的 一个是不带体积光的 体积光的呢 看上去画面会更加模糊一点啊 但是呢 会更加炫一点啊 子民不大喜欢体积光的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光影关一下 看一下它在原版下面啊 这个水下 视觉是怎样的 我们来看 好 那么 潜下水 潜下水你会发觉这个水下 它会变得非常的通透啊 非常透彻 那么可惜这是1.12版本的 如果都到1.13版本以后啊 这个水下 看上去会更加清楚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啊 这个看上去 能见度非常高 唯一的缺陷就是可能偏暗了一点 是吧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眼睛摘了 你看摘了以后就是一片模糊啊 什么都看不见 那这个模组其实到了1.13以后啊 因为1.13水下能见度啊 就会强很多 是吧 你看它最主要是用来探访这个水底的遗迹 水底遗迹 本来里面有一些海经 一边 小 小 小